大家好 在今天炎熱的天氣戶外活動 你有沒有多補充水分 一定要補充 要不要這樣子熱呼呼的天氣 可是非常容易中暑的 不過說到這溫度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今天的高溫 可以注意到在今天 溫度最高的地方 因為在西南風的吹拂之下 台東的大午的溫度 到達了35度的高溫 台北市的溫度在34.9度 而再來基隆也有在34.3 彰化的田中是在33.8度 溫度型態來說 在今天的中午是個熱呼呼的天氣 明天一樣的熱 但明天我們用幾個時間點 來告訴大家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清晨的6點鐘 你會感覺到溫度好舒服 因為天亮的時候 溫度在26度 感覺起來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天氣 不過到了9點以後開始 中部以北的朋友 就要特別注意到陽光開始強了 防曬的工作在現在這個時候 開始也不能少了 但到了中午的高溫 在北部地區還是最炎熱 高溫的部分 一樣尚看到35度的高溫 不過下午的時候要注意是 山區的午後鎮雨的狀況 使得山區容易有濃霧的現象 包含了中部山區 南部山區都會發展 北部基本上偏少 因為最重要 西南風是偏強的 南部地區時而 還是有鎮雨的狀況出現 而這個週休假期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開始增強了 許多朋友一定聽到 我講的字眼不一樣 不是北方的冷高壓 是太平洋高壓 因為在太平洋面上 太陽的照射之下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正在逐漸的增強當中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高壓勢力開始接近 我們的整個降雨的形態來說 開始要改變了 說到雨 先來看看在今天一整天的降雨 南台灣地區就這邊大概 約在40毫米到50毫米的雨量 到了綠色這裡是30毫米 藍色這裡只有10毫米 你可以看 雨的部分只有在中部以南 有山區部分 海邊平地的部分 可是北部地區都沒有下雨 北部的上空只有 雲層量略為偏多 說到雨 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的這一個小時 哪裡有下雨 來 注意 我們的資料是從6點半 到7點半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 在台南有點短暫雨 高雄零星的降雨 加一只低 雲林也有一點點 因為最重要 南邊有些水汽進來 從雷達上面就可以看到 西南風把水汽帶了進來 水汽進入陸地地形的抬升作用 就產生了雲層的發展 就有鎮雨出現了 而現在我們來注意 在金門上空這邊有點雨 因為現在目前 在大陸華南這個地方 從浙江到福建這邊 有中午發展以後的 熱力作用的雲層 正在逐漸的進入到達台灣海峽 這個雲層會逐漸的消散 今天晚上這個雲層 逐漸的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而北台灣倒是可能到了晚上 10點 11點以後 會滴幾滴 量並不多 封面袋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大家可以注意 封面袋所在的位置 從日本南方到琉球群島 一直延伸到浙江 這一道封面 現在下不來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於我們南邊的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正在逐漸的增強當中 而高壓慢慢的增強 我們的降雨形態來說 在昨天到今天 可以注意到雨的部分 都是因為在這個 偏著西南風場 整個風場呆了水氣進來 使得南台灣有局部的 震雨狀況 這個震雨不只限於中午以後 有時候一大早 雲層進來也飄了一些 飄完之後 雨就停了 可是這對於我們的水庫蓄水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它只能讓我們的土地濕潤 可是北部地區 就是有陽光的時候 溫度高 下午的時候 今天下午 你可以看到有些雲層進來 所以台北的天空當中 就有一些雲層 今天晚上晚一點的時候 這個在消散的雲層 通過北台灣上空 就有機會造成零星的 降雨的現象 目前來看 我們可以注意到 整個封面帶已經下不來了 現在已經是日本 韓國 跟包含了長江流域的 美雨季開始了 而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正在慢慢的增強當中 對於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高壓勢力要開始犧牲 今晚雖然有些雲帶 會從北台灣通過 但明天白天依然是個晴朗的天氣 溫度狀況在北部地區 還是達到35度的高溫 中南部地區 最主要雲層量多 海面上一些水氣 在進入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些零星的 震雨或雷雨的現象出現了 不過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一下 未來的一個禮拜的地面圖 我們先來把它快速的走一下 先注意到時間點來說 我們把它拉到 這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你可以注意到 到禮拜六的時候 整個高壓的勢力 一開始逐漸的在增強當中 封面帶已經到達了 長江流域的位置 而到了星期天 封面帶的位置在浙江 禮拜一的時候 封面又留在長江流域 到了下個禮拜二 封面有一點點往南移 可是高壓勢力仍然偏強 所以到下週三 封面雲帶仍然在長江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當封面有點往南一點 太平洋高壓退一點的時候 我們的午後鎮宇會增多 可是如果太平洋高壓增強的時候 我們就連午後鎮宇的狀況 都明顯偏少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你安排活動 要小心別中暑 因為溫度形態來說 都明顯的偏高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的溫度已經沒有涼的感覺了 是只有舒服了 但白天的高溫部分 是開始一個炎熱的天氣 北部地區仍然在台北盆地 有機會到35 36度高溫 中部地區的鎮宇狀況 偏向於中午以後 下午山區有霧 南部地區早晚都有點短災雨 像今天晚上現在還有一些些 深夜以後就停了 再來明天白天到下午的時候又出現 東半部地區只有零星降雨 在山區的部分 而到了外島地區 零星的震雨狀況是偏少的 不過到了未來一個禮拜 可以看到雨的部分到了6日 已經開始變5號震雨 下週一 二的 隨著高壓勢力再增強 高溫部分都上看到34 35度的高溫 外島地區的話 天氣狀況到了禮拜六以後 都好天氣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北部炎熱 戶外活動多喝水 小心別